第1041集 刘勇和林郑身体一颤 立刻打消了对叶晨动手的念头 两人苦着一张脸 这叶晨实在够嚣张 自己两人都来了 还丝毫没有放过陈如风和刘振武的意思 现在他们若强行带走陈如风和刘振武 只怕对他们道心影响更大 两人都恨透了叶晨 却又拿叶晨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深吸一口气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一人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叶晨道 小道友 我二人管教无方 如风和镇武多有冒犯之处 我二人替他们赔不是了 这是一点心意 请小道友笑呢 叶晨文言也略略露出一丝笑容 这两人倒是挺上道的 立即接过储物袋 神念往其中一扫 里面是几件护身核道神器 以及极品仙实 还算满意 他对这些东西不需要 打算随手送给即将离开 去其他宗门的吴信尔 吴威虽然经营灵气部 但是主要经营攻击类武器 又是在登天城那种小城 所以吴信尔也没有太好的护身灵气 叶晨收下储物袋淡淡道 两位家主 像陈如风和刘振武这样 弱得不堪入目 没事又喜欢狗眼看人低 仗势欺人的贱东西 往往会死得很惨 好在我已经替你们教训过了 虽然打得惨了一点 那也比没命好 对不对 举手之劳 你们就不用谢我了 兴儿 方兄 我们走吧 围观众人文言 都是面显震惊之色 这叶晨把刘振武和陈如风 打成这样 面对蓝锡城两大家族家主 竟然还一副 你得谢谢我的样子 这可是石大石的家主啊 嚣张 实在是太嚣张了 混员舞者 让河道巅峰舞者吃别 他们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刘勇和林郑竟然沉默了 刘勇和林郑 看着叶晨离去的背影 气得手都在抖 浑身气息暴躁 又在极力压制 他们不可能放下身份 和叶晨吵架 也不敢对叶晨动手 最终只能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 带走了自家不成器的儿子 叶已深 叶晨盘腿而坐 运转神魔轮回绝 他再一次尝试引动六条神王道 却依然没有结果 看来 一定要想办法得到轮回悬碑了 叶晨长叹一声 突然 叶晨背后冷不丁地 想起一道清纯的女声 师弟 什么轮回悬碑 叶晨一正 猛地转过身 却是发现一个性感的女子 站在她的身后 正饶有趣味地盯着她 这个女子 不是紫宁还会是谁 关键 她从紫宁的眼眸中 感觉不到谎言 她竟然不知道轮回悬碑 叶晨强行镇定下来 眉头微微一皱 师姐 你这个时候出现在我房间 不太好吧 毕竟你我男女有别 紫宁脸蛋微红 冷哼一声 你放心 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我来这里 只不过告诉你一声 明天早上就继续出发 还有 你嘴里的轮回悬碑 到底是什么东西 听你语气 似乎很重要 叶晨没有理会紫宁 她能感觉到口袋的黑色石头 在震动 这是轮回悬碑 和轮回墓地之间的感应 并且 她的血脉仿佛也在微微燃烧 叶晨眼神犹豫 但是最后 却是化为一抹坚定 她不想再拖了 下一秒 叶晨手中悬浮出了一把钥匙 这钥匙正是从 生仙大道终点得到的 也是开启 轮回悬碑的唯一机会 师姐 有一件事情 对我很重要 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 现在我不打算隐瞒了 你身上可有一件东西 可以用这个钥匙打开 这几句话说完 叶晨几乎屏住了呼吸 她可以笃定 紫宁不知道轮回悬碑是何物 那轮回悬碑 必然藏在紫宁的身体中 不管如何 不管什么代价 她都愿意交换 紫宁目光死死地盯着夜尘 下一秒 纤细地五指一握 那钥匙竟然飞到了她的手中 她神识扫了一眼钥匙 脸色顿时大变 平静如湖水般的瞳孔 甚至仿佛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钥匙 你到底从哪里得来 你为何有此物 紫宁怎么能不震惊 她的师尊在她体内封印了一个 古老而又巨大的石棺 石棺完全封闭 上面更是充斥着无数禁止 这是她和师尊之间的秘密 师尊一直把她当成最亲近的人 更是交代过无数次 这石棺中的东西极其重要 不能流落到他人之手 世代封印 更是玄岳宗的镇宗之宝 镇宗之宝一直是玄岳宗 隐藏在深处的秘密 外人根本不知 虽然她不知道师尊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又为什么要选择她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此物欢呼玄岳宗的未来 而现在叶辰给她的钥匙 居然和那石棺中的一道印记 完全重合 显然这便是开启石棺的存在 难道玄岳宗的秘密 被外人知道了 这叶辰来自低伍大陆 却能强势踏上生仙大道的尽头 绝对有问题 下一秒 紫宁一柄寒剑抽出 冰冷的杀鸡释放 叶辰 你到底是谁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答案 不管你是不是我师弟 我都会亲手将你诛杀 不远处的叶辰 自然感受到这恐怖的威亚 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了 轮回悬碑 真在紫宁体内 她目光凝视着紫宁手中的剑 一步踏出 毫无畏惧 紫宁师姐 我不能和你说 任何具体的事情 但是那东西 对我来说极其重要 我愿意用任何东西交换 紫宁冷哼一声 交换 你可知道 那东西对我玄月宗极其重要 还有 师尊有过交代 任何知道那东西的人 都只能是死人 下一秒 紫宁化为一道残影 寒光闪过直刺叶辰 然而 叶辰却是没有任何动作 双手附在身后 哪怕剑光落下 她眼睛也不眨一下 寒光停住了 紫宁的剑 落在了叶辰的眉心之处 距离一公分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紫宁的眼眸动容 她对叶辰下不了杀手 她知道 叶辰有底牌 甚至面对自己 也有还手的可能 然而叶辰全然没有动手 根本不像要夺 玄月宗镇宗之宝的人 并且 叶辰太像一个人了 紫宁右手一翻 那韩剑直接飞了出去 最后插在了墙壁之上 微微摇晃 传来清脆的声音 看来 师父藏在我体内的那座石棺 叫轮回玄碑 我从未打开过 更从未和任何人提及 师父说过 那石棺打开 玄月宗会有大节 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之节 你刚才说 愿意用一切交换 那我问你 凭你现在的实力 你能挡住那所谓的生死大劫吗 叶辰听到这句话 毛子却是异常的坚定 紫宁师姐 我现在实力虽然不够 甚至在你眼里不堪一击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加入了玄月宗 就算是玄月宗的弟子 任何人敢动玄月宗 哪怕是灵武大陆的天道 我叶辰也敢杀上苍穹 踏碎灵霄 这一刻 叶辰身上涌出极其恐怖的气息 这是他一路而来 所有力量的凝聚 滚滚魔器宛如一道披风 落在叶辰的身后 还有血气以及羹筋之气 也盘绕左右 这一刻的叶辰宛如魔神 紫宁看呆了 眼眸极其复杂 他在犹豫 玄月宗的命运 能不能压在这个青年的身上 能不能 一秒 十秒 最终紫宁动摇了 他缓缓地张开红唇 认真道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但是我要确定 我体内的封印 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若是这道封印不抗拒你 我便给你一次机会 还有 将此物交给你之前 我要请示师尊 毕竟这东西我也无法做主 紫宁这些话语说出 他心中也是微微地震惊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愿意给叶辰这个机会 毕竟他体内封印的东西 关乎玄月宗的命运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这个行为是背叛玄月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内心好像有一道声音 在让他答应叶辰 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算是了解了叶辰 叶辰固然神秘 但肯定不是那种小人 甚至叶辰心中有大意 种种细节 让他对这个来自低伍未面的小师弟充满了好奇 你愿意吗 紫宁见面前的叶辰 丝毫没有反应 婉转的声音再次响起 而这一刻 叶辰仿佛被幸福砸晕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 被永恒圣王带到这里 就是为了那其中一块轮回悬碑啊 固然紫宁并没有完全答应 把此物给自己 但是这至少是一个契机 早知道如此简单 他一开始就主动言说 世界 我愿意 叶辰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开口道 好 紫宁深深地看了一眼叶辰 一步跨出 那淡淡的性感滑衣微微舞动 露出雪白的镜像和清晰可见的锁骨 周身泛着阵阵光芒 如雪一般倾斜落下 下一秒 他手指掐绝那周身的光芒暴射而出 宛如一个巨大屏障 笼罩了整个屋子 这事情太重要 我必须遮蔽一切 还有 这件事 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不能有另外一个人知道 明白吗 紫宁 严肃的声音响起